大家好,歡迎來到夜深樂高學堂 上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了ROBA INVENTOR中的機器學習功能 這部影片要來挑戰把機器學習功能變成遊戲的外掛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畫面中是知名的網路遊戲天堂W 這款遊戲的特色就是要練功、打寶、打怪跟打架 所以3不5時就會有敵人來攻擊你不讓你提升等級 尤其是在半夜的時候 早上一起床就會發現角色人物在村莊發展了一整個晚上 練功的時間都浪費掉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我要用樂高做一個讓我的角色在遭受到攻擊時會自動飛走的機器 我先製作了一個連桿機構 這個機構又成為網復滑快機構 會讓十字軸上下的移動 這邊我將順捲的快捷鍵設定在F8 下一個步驟我要將遊戲的音效錄音 建立一個資料庫並訓練模型 遭受敵人攻擊 上去沒有就有在地的角色 這款機構的特色排隊 建立完資料庫之後,接下來要訓練模型 然後測試一下,看有沒有符合需求 招手,敵人攻起來 體力不足了 體力已經見底了 程式的部分也相當簡單 當兩個音效其中一個被觸發的時候 馬達就會旋轉兩圈 接著將程式下載進主機做測試 體力已經見底了 體力不足 如果對方傷害太高或者是剛好運氣不好的話 還是會讓外掛失效 以上就是這次測試的結果 還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如果有任何問題及建議,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可否答案 諾